十方虚空生理心内 犹如片云点大清离 十方世界的虚空 如果在众生本有的真如自信上 这个心就是真心 真心就是诸法实相 在这个真心里 十方虚空好像现在虚空里 一片的云彩而已 与虚空比真心 与云比十方虚空 那显示这个真心之大 所谓心包太虚 亮咒撒尖 那么这个心包太虚的心 真心就是真如自信的 诸法实相理体 所以无限量 那么这个实相之理 本来平等 众生依佛平等平等 在佛不争 在凡不减 在甚不净 在凡不够 本来就是柔慈 不生不灭 所以叫做实相平等之理 没有限量 这是第一个无量意的意义 第二 越差别像讲 前面是越真如的自信 无差别像 没有差别像讲 就是实相平等 越理说 越实相的差别像来说 法门无量 度众生的法门无量无边 佛说八万四千法门 门门可以入道 所以这个法门是无量无边 那么既然这个法门无限量 八万四千法门 那么由一法的无量无限量的法中 出现无量无边度众生的全巧方便之法门 那么一切众生都由这些法门 才能断烦恼 了生死到成佛道 所以这个实相自发 一切众生本来具足 虽然具足 因为无明烦恼所遮蔽 没有办法体征 必定要一法修行才能体悟 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手下 成佛的时候 三叹其灾 说其灾其灾 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的相 那么既然都有如来智慧的相 为什么不能显现呢 因为他由无明烦恼所遮蔽 所以不能显现 假如能够断除无明烦恼妄想的话 一切智自然智无私智自然现前 那么就是成就这个本有的根本智 后得智都具备了 那么一切法门从此都可以延真 所以这个无量义 第一 愿理说 实相平等 没有限量 第二 愿似说 法门无量 差别相 这个众生的根性千差万别 所以佛说八万四千法门 来射受一切众生 所以叫做无量义经 要说法法经之前 先说无量义经 这无量义经讲什么道理呢 经文里面下面两句啊 就说明这个无量义经的作用 叫菩萨法 佛所复念 无量义经所说的道理是教导菩萨修行的方法 无量义经 教导菩萨修行的方法 所以叫做教菩萨法 既然是教菩萨法 就简别不是小圣法 不是生文法 不是彼此佛的法 那么由这个法门呢 可以通到无上菩提 所以这是教导菩萨修行的方法 那么既然教导菩萨修行的方法呀 诸佛必定要复念他 复念一切菩萨 一切诸佛之所复念 所以叫做佛所复念 金刚经开头 虚佛地不是赞叹佛吗 佛善复念诸菩萨 善复属诸菩萨 如果菩萨初修的时候 佛不复念的话 他就会坏掉 不能成就的 就好像母鸡 服他的生的蛋 如果母鸡不念 他所生的蛋不去服的话 那些蛋统统都会坏掉 那么菩萨如果佛不复念的话 他这个菩萨他都不能成就 没有办法成就 这个就好像小孩子 婴儿 母亲如果不复念他 不给他奶吃 不照顾他 那么这个婴儿是没有办法长大的 刚发心行菩萨道的众生 也好像婴儿 不能离开母亲 刚行菩萨道的众生 如果离开佛 也不能成就 那么他的菩萨道 而为十方诸佛所复念 复念什么 复念菩萨 复念这些修菩萨道的菩萨 希望他能够很快地成就 所以叫做佛所复念 这就是第一段说法的瑞相 佛看到大众云集了 先讲无量易经 这个好像人家请客的时候 我们屏东方面没有 北部的客家 他请客先来个点心 先来个点心 点心吃了等会吃好餐 那个无量易经 好像法法经前面的点心 南部人说 你先把这个东西拿出来 我一吃等会 这个好菜吃不下了 你别吃太多 少尝一点 不会饿就好了 这个无量易经 好像菩萨道 佛有说法法经开全 显示之前的点心 先尝了这些点心 后边吃大餐 讲法法经 得法法三脉 那就是大餐了 这样看起来 客家人请客也是有道理的 可能但是懂得无量易经 从此之后 佛就入定了 法说完了入定 接下去就是第二 入定 佛说法说完了之后 就入定 经文接下去说 佛说此经以 结家福作 若于无量易处三脉 身心不动 这一段就是第二 入定 今说完了就入定 为什么今说完就入定 这就表示佛说到做到 说的就是行的 行的就是说的 他讲多少就做到多少 不是像我们凡夫 说的几里呱啦 一千一万 自己一点没做 我说了没入定 我不会入定 还没成佛吗 你叫我怎么入定 不过我会睡大觉就是了 睡大觉的入定 我有这个能力 但是像佛这样入定 我可还没有做到 恐怕要再过 欧生期间 三大欧生期间 佛把这个无量易经说完了 此经 就是无量易经 佛说此经移 移就是完毕了 无量易经说完了 接家福作 双腿盘起来 佛打坐都是双腿盘起来的 为什么要接家福作呢 古佛所行 过去所有的佛呀 都是家福而坐 打这个家福坐的 双家福坐呀 盘腿起来坐啊 人天恭敬 天人看到都要恭敬啊 您就是这个 双腿盘起来打望墙 天人也要恭敬 看到你这个样子就在恭敬 很不容易啊 不但是人天恭敬啊 鬼神也在恭敬啊 据说从前有个学禅的 在深山里面学打坐 起初是双腿盘起来 双腿盘起来 打坐的时候 那些地方上的鬼神呢 看到 他没看到人 是看到一个金塔 金塔 金字塔 哦 大家看到这个金的佛塔呀 都在拜 鬼神都在拜 他两个腿盘起来坐久了 会酸啊 腿酸啊 腿酸把一个腿放下来 有单盘了 双家福现在变成单盘 这个单盘 鬼神看到不是金塔了 是什么 银塔 白的银塔 银塔 哦 看到银塔 银塔还是不错了 还是尊贵的 那么这些鬼神呢 还是败 不过没有那么公斤了 后来两个腿都坐不住了 两个腿都放下来了 平坐了 平坐是什么 那些鬼神一看啊 也不是金塔 也不是银塔 什么东西啊 土堆 一堆土了 变成一堆土了 好了 那些鬼神就不败了 所以可见这个 双家福祝啊 别说是用功了 打妄想 鬼神看到也要恭敬 你不要误会 以为我叫你 腿盘起来打妄想 那就很大的错误 这是一个比方啊 假定说你一双腿盘起来的话 就有这么死人天恭敬 那么还有跟外道不一样 那么也是表示 已经发菩提心 如法修行 所以佛就这个 家福而奏 从此入丁了 入什么丁啊 入于无量益处三脉 就是入这个无量益丁 入丁之后 自然就身心不动了 身心不动啊 就说明这个入丁的现象 那么如果一个人 坐在哪里 微微不动啊 那就是显示 他真能入丁 假如少少有声音 他都能听到 或者是都有这个 身体在动 那就显示他没有入丁 佛入丁了 身心不动啊 那么这是第二 入丁锐 这个词徒六锐啊 只讲到 入丁锐 那么再往下的 我们留到下次再讲 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啊 下头 入丁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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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十方 十方三世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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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